健康无分年纪 健康不拟贫富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精灵一点健康未注射 时间来到下午1点11分 欢迎各位收听和收看港台电视31 和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的 健康资讯节目精灵一点 今天取得有我潘玉林之外 还有一个老拍档方建仪 你好小潘你好 我们立即预告一下今天的精彩内容 首先我们有医管局精灵直播 主题是新界东医院联网舒缓治疗服务 讲到舒缓治疗 大家可能都会联想到 是一些病人的晚期 他们接受的服务 是 而且其实在舒缓治疗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病人的意愿都很重要 看看他的选择和家人的陪伴 因为去到最后一里路 我相信很多朋友 他们都是想和他自亲的人一起 你待会会请到两位医生专家 跟我们讲一下 在这里答半了 有心里心理有个迷 今天的主题就是狗语情绪 和谈谈其他宠物 是的 狗语情绪 小潘和我都养过狗的 所以我相信我们两个 或者电视和收音机旁边的朋友 很多都是一些毛鞋的主人 你都会感受到一些毛鞋 其实它是很有灵性的 有时候譬如我的小狗都离开了很多年的时间 但是我回想回来 譬如我不开心的时候 它会走过来去捋一下我 我开心的时候 它会来摆尾和我一起分享喜乐 所以这个其实有时的宠物 都会变成我们的家人 所以为什么毛鞋这么抵舌 没错 那待会做人也会和我们讲一下 其他宠物的主人和他们的关系 好 去到两点钟这个电台的环节 我们有香港精神科医院医学院系列 主题是思觉失调 讲开思觉失调 我们有时骂人都会用你 你是不是思觉失调 是不是大家有些误解呢 是的 有时不单只是骂人 你自招也会 譬如我忘记了一些东西的时候 不好意思 我有思觉失调 但是其实思觉失调的定义 或者我们不是说笑这么简单 其实是一种值得正视的 一种精神科的一个问题 亦都会请到专家医生跟你讲一下 好 我们马上开始 医疗公局精灵直播 我们今天会讲到 新界东医院联网舒缓治疗服务 我们请到两位医生在这里 包括是新界东医院联网舒缓治疗委员会 联席主席 险毅传医生 医生 你好 好 你好 另外亦都有新界东医院联网舒缓治疗 联网统筹筹 莫家卫医生 莫医生 你好 你好 莫医生 你好 先和闪医生谈一下 不如讲一下你们新界东 这个舒缓治疗的服务 包括什么呢 好 大家好 说说说舒缓治疗其实是什么来的 舒缓治疗其实是为一些末期的病人和他的家人提供一个全人的治疗 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都包括了以下这样的元素 就是怎样可以透过早点的评估和介入 来到预防和减轻病人的痛楚 和他的身体方面 心灵方面 社会群体方面的需要 令到除了病人之外 他的家人的生活质素都可以提升 通过这样做法就是达到了 令到他肯定了自己生命的意义 和在病人过身的过程里头就可以顺其自然地进行 我们都讲一讲舒缓治疗的对象 稍后也会讲 其实传统来说 大家容易理解或者明白就是一些癌症的病人 末期的病人 这个是现在也有的 但其实随着现在越来越发展多 和了解到病人的需要 其他末期病人 包括那些器官的末期的疾病 比如心脏衰竭 慢性的肺气阻 病人 神衰竭 神经系统一些退化性的疾病 这些病人其实都很适合和需要我们的舒缓治疗 在这里我们近年也都做得会开始是 拓展这方面的范畴了 是 所以听杨先生说 其实都是一个提升病者的生活质素 这个很重要 无论在生命的哪个阶段都好 我们更加重视它 还有我看过一些的报道 事先生有一个很好的比喻 就是说不要用病床来绑住一些病人 是可以释放他们的 所以刚才你也说到 很多人都想法就是说 可能末期癌症病患者 其实不是的 框架是可以很阔的 还有我们讲的一些病者 通常那个印象都可能是老有寄居多 但其实所有年龄层都可以去选择 舒缓治疗的 是吗 是的 舒缓治疗不只是老有寄的 有时候都很不幸的小朋友 譬如他患了一些末期的癌症 亦都是药石无铃的时候 其实舒缓治疗在那部份就相当重要了 我们都可以讲讲我们的概念先 譬如我们在几十年前 我还是做医学生的年代 就是说那个治疗就是 以前就是说你有病我们就医 尽量就希望断尾 医好他 医好他 是吗 所有药所有治疗都给他 但是其实去到一个阶段 终于有些病人都很不幸 是药石无铃的 这样的情况有时候都要停的了 治疗因为无效了 那一刻其实是一个挺紧急的转折 就是病人又全力治疗 突然间就变了可能是一个叫做 让他自己感觉到好像放弃了他那样 那这个转折是相当痛苦和不容易接受的 那这个舒缓治疗在现今的阶段 其实我们讲的就是 透过一个早一点的介入 将它分阶段去处理 现在你看到那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传统 现在的情况是怎样呢 我们就希望由一个好像一个长方形 这样就变成一个梯形 首先就是所有疾病我们希望都预防 假如他不幸真的有疾病 那我们当然全力医治 但是你看到都不是所有病都可以断尾 在任何阶段 我们都可以滲入一个舒缓治疗的元素 包括了减轻痛楚和他的心灵的治疗 精神上的支援等等 那到真的了 他都越来越每放越下了 也都开始就是一天差过一天了 那我们就再早点介入 我们就有一款叫做end of life care 就是多团队 跨团队的我们的医疗员工是介入 希望就是一步一步一步 慢慢加强对他的各方面的支援 是可以令到他整个过程是很畅顺的 还有一个无瑕的交接 变成了他一个持续性的治疗 是跨团队的配合 到最后真的走了 其实千万不要忘记 就是除了病人之外 其实他家里的成员的伤痛是相当多的 在那方面我们的哀伤的治疗也都会持续 所以你看到由他开始预防 到治疗到舒缓 到多团队加强介入 早点介入的处理 是会令到病人整个过程 是不会被人觉得好像放弃了的感觉 反而是越来越贴心地去照顾 每一个病人的特别的需要 刚才看到那两张幻灯片很清楚 因为原本那个绿色的小小的 只是占一部分 现在舒缓治疗很早就介入了斜 三个人在后面 看到又提早了介入 还有覆盖服务范围 原本可能比较集中在末期的癌症病人 现在很多病都包括了 即是说你们的团队又要早点介入 又要多些范围 团队成员应该想象到 有很多不同的人在里面 可不可以说一下 可以 团队真的不只是医生护士 当然这两个医生护士的团队是很重要的 有各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但其实在我们医疗团队上 还有很多同事 包括一些专职医疗的人员 我讲一些例子 比如医务的社工 物理治疗师 职业治疗师 临床的心理学家 语言治疗师 营养师也很重要的 因为病患者其实没什么胃口 你怎样用心 把食物做得好吃一些 好看一些 他们胃口会好一些 更加重要的是一些 我们的心灵方面的照顾 一些神迹人员 甚至有心灵的辅导者 这些都是很帮到手的 最后也提一提 义工好像有关 好像没有关 什么时候都关 其实是什么人呢 其实义工很多时候都是同路人 他的亲人曾经在我们的机构 或者经历过他的亲人离世的过程 他很多时候都是很感动 也感觉到团队和同事的爱 希望把这个爱回赠给同路人 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主动提出 想参加团队 经验的分量 对 没错 这里是很帮到手的 所以我都把他们 是我们医疗团队的一部分 所以你看到很多人 有超过10个单位 医疗团队多人 但是我自己觉得 其实团队里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病人和家属 他们自己的医院 所以听完阿诚医生的讲解之后 我自己想想 舒缓治疗 你可能用回癌症做例子 癌症分开四期的一般来说 通常可能去到四期 大家可能理解 就是一些比较晚期的一个时候 才开始舒缓治疗 但是譬如病人或者家属 因为治疗的过程中 实在太辛苦了 可能有化疗、电疗、药物的服装 我想提早一点去做 就是他有没有一个主动 或者他的意愿 会不会是你们医疗团队的考虑因素 当然会 很多时候 所以我们都是想通过社区教育 和一些讲座 包括今天的节目 都让大家知道 舒缓治疗 其实病人都觉得是知道这件事 都想要求要 我们都可以提供给他们 这个就要跟他们配对 譬如他是哪个阶段 他的症状是怎样的 以及他是哪一方面 特别需要多些帮助 我们团队都会做一个评估 然后提供适切的帮助 不如和莫医生又谈一下 知道我们在新海东联网的 沙田医院主要是一个服务 包括也是沙田的白普利 不如说一下白普利对于这些舒缓治疗的患者来说 你们有什么特别的服务给他们 好的 白普利灵养中心其实历史上是香港第一间 独立提供舒缓治疗的医院来的 1992年成立 当年是由一个叫做善灵会去创立 1995年就归了我们的医院管理局那里去观核范围 特别之处在于 虽然我们新海东联网是整个联网的服务 我们范围都大 由沙田区、大围区 到一路北区、古洞、禁区范围 其实都是属于我们的服务范围 白普利灵养中心的特别之处 它是一个独立 而且它提供的舒缓治疗服务 其实都是多范围 住院的服务 亦都有日间的门诊 日间的中心活动服务 亦很重要的是我们有家房的团队 住院我想大家都很明白 病人有需要的 入住医院的 我们都尽量在一个医院的环境下 可以给他们一个照顾 但其实我们都很鼓励 亦都很支持病人继续在社区生活 但在我们舒缓治疗照顾的病人 其实他们身体比较虚弱 亦都情况有机会是有个突然的变化 所以如果你要回来医院复诊 由一个长期恶床的 家庭回到医院复诊 其实这一段的来回路程 对于病人也好 对于家人也好 其实都是一个挺大的挑战 所以我们与其要病人这么辛苦 过来医院 我们的家访团队的护士同事 有需要的话 医生同事都可以去他们的家 或者院舍那里去探访病人 跟进他们身体的情况 有没有其他特别的困难需要 然后再进一步安排比较合适 贴折到他们的一些治疗 因为白普里 我和小潘不陌生的 我们都是沙田友 比如他踩单车经过 以前住马鞍山都经过 都是一个挺优美 一个优雅优正的一个地方 名额上有没有有多少床位 还有我自己也想 我们也很注重家人的陪伴很重要 去到可能最下一里路 又或者他未留的时候 其实家人是不是可以 陪伴在侧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他们休息的地方有没有呢 同意 其实很多时候病人就会觉得 住医院的感觉很冷冰冰 很多机器很吵吵 白宝利灵养中心 我们希望能够制造一个 好像比较家的感觉 比较宁静的环境 如果你去到的时候 你会看到整个医院的环境 除了你说远望 有些比较优美的 看到城门河那些比较远景 我们整个医院里面 我们也有很多一些木的楼梯 有些字画那些 其实都比较温暖的感觉 病房里面我们比较少用一些 那些很吵吵的意气 都是尽量是一个 对了 病人都是一个支援性的治疗为主 病床与病床空间 尽量都宽落的 给到家人在旁边可以陪伴住 也都有多少少 大家自己私人的空间在里面 其实我们都尽量给到一个个人化 比较一个贴切到病人需要的服务 我们其实每张床的床头 你会见到它有一个板 写着一些关于病人的东西 喜欢吃什么 有什么嗜好 家里有什么人 比较个人化 让大家知道 这个不是纯粹一个二号床的病人 而是一个全人的照顾 刚才提到病房真的开始转差了 去到一个离楼的期间阶段 我们都尽量希望帮助家人 一直在身边的陪伴 有需要的话 我们会安排一个独立的房间给他们 让他们有个个人私人的空间 可以在里面家人的陪伴 家人24小时陪伴都很疲倦的 我们也有个休息的地方给家人 也有个小小的角落 给小朋友在一个活动的空间 尽量令到他们在陪伴的期间 可以有个休息的地方 不会太过于长期留在床边 那种的心理上 或者是身体上的一些疲倦 去到人生最后的阶段 我想很重要 家人在身边陪伴 你想见到的人在旁边 除此之外 譬如说会不会有些个案 可以分享一下 他们在最后的时间里面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要求 希望医院可以帮助医院 可以帮到手的 你们会怎样做 舒缓治疗刚才提过 新针社灵 我们都希望给到一个全人的照顾 我们在认识病人和家人的期间 很多时候都会问到他们 有什么心愿 有什么想做的东西 未完成之后都会有很多不同的个案 我们经历过的 比较近来的我们有个个案 一个伯伯来的 伯伯就八十几岁了 他本身有个胆管的肿瘤 在病房转介给我们的时候 其实伯伯都比较 身体都比较虚弱的了 没有胃口 水肿 小小的呼吸困难 其实我们当初提议过 因为伯伯当时就是一间 不是百保理领养中心的 在我们大埔医院 我们提议过 不如转介过去百保理领养中心 但是因为外于那个地域的 伯伯也不想家人天天在大埔 去到沙田区那里 所以决定留在大埔医院那里 但是我们一直沟通期间 知道伯伯有个心愿 原来他都想 完成喝到一口酸申母茶 很重要的 但是伯伯当时的身体 已经真的比较虚弱了 长期的臥床 团队知道之后 都很快和病房一路的安排 和家人的沟通 找了一个地方 一个简单的布置 一个喜庆的布置给他们 亦都在那个期间 邀请了他们的家人 身旁戚友那些 都整个二、三十人 当一天 伯伯在那里 亦都完成了 他真的喝到他想喝的那口酸申母茶 他喝完茶之后 第二天开始就参量 两天之后就安长离世 真的很难得 听到有些嘘嘘嘘 是的 看到那些幻灯片 除了是酸申母茶 有些画展都可以帮忙 是的 可以提升他们的自信 因为每一个人 都有他的价值 而且就算在人生的最后阶段 都可以展现他的价值 令到他的生命 是绽放到最漂亮的客 多谢两位 谢谢 人心从来都是一个迷 分析大众心理 解开心理健康之迷 精明一点 心里心里有个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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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主题就是九语情绪 Kina 我们刚才节目开始之前 已经谈到很逸遍了 说了这个话题 非常容易烈 没错 在和陈仲仁博士聊天之前 今天是什么 今个月的最后 星期五 所以有找不同的环节 稍后会有一张图片 大家有20秒的时间 是不是20秒 对吧 是的20秒 找到找不同的 我试过今次很难 今次真的难 因为两个星期之前 Joyne已经给了提示 我们说今次那张 真的很难 其实那张大的图片里面 有九公格的 有九张图片 所以大家就用一张时间 是和另外八张不同的 没错 那大家等一下 我们就会计时 20秒钟放这张图片出来 最快就是 踏中哪一张不同的 朋友仔 你讲个纖号就可以了 你不用说 哪一张 究竟左上角有下角那些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再一个 打去 打去 一八七二三一一 一八七二三一一 最快踏中那三位朋友 就会有我们的 丰富的纪念品 不如这时候和Joyne 聊聊聊天 为什么做了一张 这么难的图片给我们 考我们的观众的眼力 因为想有时 增加一下 找不同的难度 让大家落足眼力 然后找到的时候 又更加有成功感 小潘 是时候了 立即看看 是了 看看这张图片 究竟有多难 因为太难了 要点时间 现在出现了 真的难了 你和Joyne 以及这次的小小丁丁 小小丁丁丁 和我们今天这个题目 都有些关系 因为她说宠物 是因为我们说宠物 特别会多讲一些 是关于狗 也找到一些相关的研究 大家有没有养寵物 以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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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个狗 是的 在这20秒 这么快已经过去了 是的 大家要立即打电话来 187231 187231 都虽然说难 但是我觉得 你洗心看 都不难的 记住 最快答中的三位朋友 就会有我们 丰富的纪念品 是的 在延续我们这个 关于宠物的话题 不如玩个心理测验 好吗 好 就是说 你现在最想 或者现在是 在养什么宠物 有五个选择 A是猫 B是狗 这两个 都最多是香港人 会有养寵物 C是鱼 也多 D是仓鼠 E是蛇 一定不是我的选择 我呢 我就是F 因为我在养人仔 所以我这个阶段 暂时的选择 就是以上皆非 是的 如果是 因为猫和狗要很多时间去打你 你不可以不理它 就是猫好一点 但狗起码要出去 大小便 可能出去山步之类 所以我会选C的鱼 因为我觉得观赏性很强 那倒是 而且你不只是鱼 你要布置鱼竿摆设 水草 怎样养水草 我先生也是 是一门 有些蛤仔 很好的兴趣 很艺术性 很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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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禁止我先生去 在我家裏摆干羽 你给我选 那五个答案 我都是选B 由始至终 所以我也是对狗 是比较忠情的 所以我选B 好 那不如先听下这个游戏的结果 A 如果是选猫的朋友 你便很有个性 喜欢独处 便会追求安日平静的生活 便会觉得 躺在这里不动 便会很舒服 好像一只猫 是吧 但内心就比较脆弱 跟陌生人相处 会比较慢热 需要长一点时间 才可以打开心 像猫的性格 是 像猫的表现 好了 如果是狗 一般性格都很开朗活潑 所以都很喜欢 跟自己一样 这么热情的动物伴侣 你们最期待 就是回家的时候 那只小狗会来迎接你 你都很重视忠诚 所以无论是朋友 还是另一半对自己 都是要很忠诚 而自己对于家庭和事业 亦都很忠诚 都对 我先生熟狗 所以很贯彻始终 所有事情都很贯彻 但我认同可能很热情开朗 因为你见到晚上放狗 在那里走的人 很多时候可能不认识主人 不过你因为那只狗 你认得它的名字 不停地聊天 可能最后你不肯姓陈生 但你会有很多话题 可以打开去跟他们说 是的 所以这个都会令到 大家的社交生活 是更豐富的 如果是养鱼的朋友 最大的特点 就是热爱追求自由 不能够接受 跟宠物有过多的肢体接触 你不会去摸一条鱼 除非摸一条鱼 其他鱼不会拆身而过一起游 而且你也不会触摸一条鱼 是的 因为它是滑滑滑滑的 在现实里面 虽然都喜欢社交 但一定要跟人保持一段距离 看到鱼这么自由自在 我上次也很好 我们看看和小潘有没有一段距离 我有点保留这个分析 因为你说渴望自由 但其实你用鱼缸困住它 也是 不过后面那一段 也对 然后在仓鼠 性格就比较喜欢干净 但都是内心脆弱 就算受伤 都会把情感抑压起来 也缺乏安全感 是外缸内游的人 有时又比较跳皮 在朋友眼中 是出名的气氛制造者 我做恩你是选择什么 我们选择狗的 我们选择狗的 是同一样的 我只想到他转圈的 很有趣 吃东西也挺有趣 最后就是蛇 不行 我只想起小时候会经过蛇泡 蛇王嘟 是吃蛇羹 要选择蛇的朋友 天生乐观 深思其实很细心 也很懂得看眉头眼睛 适当的时候 会和别人解围 所以朋友也很喜欢他的 解围 我只想起蛇 突然间 都是静观其变 然后见到链铛 会立即出动 可能解围的概念也是这样 我想养蛇的朋友 性格或语众不同 是比较独特的 我不懂任何人是养蛇 我也不懂的 我看访问是见过 有一些主人是养蛇 通常是养来主 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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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一张照片 里面有很多的宠物和主人的照片 我发觉真的和主人很像 为什么 以前养的宠物 有没有觉得宠物和自己相似 因为我养的 因为我养的是蛇蛇 蛇蛇 蛇蛇比较少 你养的小鴨鱲 你应该会比较少 如果那种宠物有多些毛 你可以修剪的范围大一点 可以比较像它的发型 是的 有些会染色 比如你养一条蛇 很难过蛇 和主人像 狗可能是 我真的有一个朋友 他养了一只狗 我不是很记得他那只狗的品种 但是狗是很大隻眼 有点像八哥 他的样子和主人真的很像 因为主人也很大隻眼 我想想 真是蜜像主人形 狗也很像主人形 如果有宠物的朋友 不妨和自己的宠物 做一个自拍照 看看似不似样 当时的解释 就是因为有时 宠物和主人对得多 大家都模仿了 大家的一些面部的表情 于是就开始令到大家的样子 都有一些相似 如果你没有养的 寵物 又不妨观察一下 在街上的人和寵物 有没有一些像样子 我先回去看看 是的 有时譬如 那些鹰鼻鹰眼 那些 都可能 你是无意中会模仿 寵物 寵物又可能无意中 模仿你也未能 是的 都是透过观察去学习 好像人 那大家觉得呢 你养宠物的时候 对于你的生活 最大的影响 是哪一方面呢 我想就是 时间那里 是的 我现在没有养 不过我听到有养猫的朋友 就是两夫妇 没有小朋友 有猫和小朋友 但他们真的疼猫的程度 他们一年总去旅行一次 他们怎样去旅行 带那只猫去 不是 我也是想象 听都听没听过 就是什么呢 轮流去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能放下 是的 轮流去 但是他们是两夫妻 所以你看他们重视的程度 当然影响到他们生活 影响到夫妻的感情 那也未必 不过你也很乐意 是 我自己以前养狗的经验也是 就是我们一家五口 我们是不能够齐脚去旅行的 总会有一个人 是要留在香港去看着狗 所以以前 譬如我考公开试的时候 我通常就是做 是的 我就是负责去喂狗看狗的人 所以最近 狗狗都走了20年的时间 我最近是第一次 我们原生家庭 一家五口 是第一次 今年 是齐脚在香港出发去旅行的 本来都不觉得 然后想想 不是 我一直都没试过 齐齐整整去旅行 就是因为那只小狗 但是也没有怨恨 就是大家 就是因为那只狗 不会的 因为你当它是家人 是的 现在更方便 现在狗狗都可以一起去旅行 是的 所以看到 其实主人很多时候 都很关心那只狗 有时不舍得放下 除了自己不舍得 也都因为害怕那只狗不开心 是的 所以狗的情绪 都好像人一样 会有喜怒哀乐 很吵 是的 所以我们都可以说一下 人和狗的情绪 如何互相影响 如果有人哭 它是扑上去 它知道烏烏的声 就是那些声音跟平时不同 它可能是用一个安慰你 你怎样 要关心你的一个声音 是的 我们有时 譬如我们三姐妹人小时候 我们是和狗 有时弄估它 我们是假扮吵架 假扮打你的手 打你的脚 它会走过来去吠我们 不准吵 不准打架 不准吵架 就是它好像劝架 很有趣的 这个真的很有灵性 是的 所以狗 它是可以感受到人的情绪 亦都会有一些例子 无论在你上网看 或者亲身的经历 可能你不开心的时候 狗会安慰一下你 或者狗见到你很开心的时候 它又很开心 所以都有一个相互的影响 而亦都有研究发现 如果你是去看一些关于狗的照片 可爱的动物 不一定是狗 或者是一些它们的片段 其实网上现在很多 最受欢迎 是的 是会很减压的 是的 尤其是 譬如现在有很多大数据 你在社交平台 你看过一条狗的片 它就会不断打出狗的片 是很窩心 和很令人软化的 是的 我想给一个小功课 各位观众和听众 这个周末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压力很大 尝试上网去找一些 可爱动物的片段 试试看一段时间 看看有没有办法 帮你舒缓心情 我想这个真的是一个好方法 是的 因为就算你不是不好心情 看完都很开心 是的 所以真的可以试试 另外 原来跟狗的相处 不同的方法去相处 都会给我们不同的感受 我自己就试过去跟狗玩的时候 摸一下狗 帮它梳理一下毛发 我就觉得很舒缓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有啊有啊 尤其是长毛 长毛短毛我都喜欢 譬如以前的紫娃娃 是很短毛的 摸下去有时候很滑滑滑的感觉 不过我摸之前 我通常都先问主人 因为有些狗很有性格 你一摸 它可能不是咬你 但是它的作状 你不要摸我 所以我见过有一个主人 他在社交媒体 都挺出名 有很多只柴犬 他都写 你要尊重狗狗 你都要尊重我 我是他的主人 你去摸之前 都要先问一问我 看看他那天的情绪是怎样 如果他那天心情欠佳 你就不要摸他了 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 无论人也好 寵物也好 都应该有一个尊重 你令我联想到 这两天最近在网上 很火焦一条片 就是在英国 那些皇家 那是马咬的人 都是类似的 你的心情 不过你再说回狗 如果你摸狗 和狗玩 你的心情会开心 舒畅一点 我在想源于 会不会就是人 他的内心最害怕 其中一个就是孤独 如果是你 你在狗旁边摸 你有人陪伴的话 你的心灵 是得到一些安慰呢 是的 而且都有发现 其实我们生理上 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 而很多人会觉得 当然如果你是摸狗 或者梳理无法 你的注意力是会提高 你的精神会更加集中 而很多人都会觉得 他之后的情绪 是会觉得比较平稳一些 而如果你是带狗出去走 或者和狗玩 就会有些不同 你会觉得人是很放松 就会觉得压力是少一点的 这个也是我自己的亲身经验 也是有一段时间压力很大 见到鄰居的狗 你和它玩完一轮 就觉得好像去减压 而且你玩的就是大狗 是的 我最初以为是小狗 可能是比较像玩具狗 那类型 是会得人喜欢 但其实大狗也一样可爱 而且令到我怕了几十年狗之后 变成了很喜欢狗 很厉害 所以为什么有些狗狗 它可以做狗医生 就是为了解 它们去病人 或者去探訪的时候 比如那个病人可能是在医院 它会很开心的 是的 所以现在开始有很多不同的治疗 都会用到狗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的发展方向 或者如果你有一只狗 可否让它去参与一些义工服务 让其他人都可以分享到 和狗玩的喜悦 或者帮他们放松心情 是的 我想起另一个话题 我可能都可以带出来 就是很多时候你听过 一些爱狗养过狗的人 他可能会跟你说 我以后都不养狗了 很普遍的 为什么 因为他那只爱犬 可能是十几年的寿命 已经终结了 完了一段关系 那种痛 我想是经历过的人 才经历过 才知道 他不想再面对另一次的 生离死别的一种痛楚 以后都不养了 这个 刚刚我们说的 狗语情绪 就是影响你的情绪 是的 所以也有研究发现 其实喪失宠物的伤痛 是很大的 很多人都低估了 是的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 面对一些寵物的离世 都要好好照顾自己的心理 因为这个 都是你生活上一个很大很大的转变 也是一个压力的来源 这个也是 因为 我想是 寵物的离世 和人 有一些不同的 人我们就要自然的 或者它可能疾病死亡 但是有时候 狗狗 你譬如你带牠去看一些兽医 你看到牠未必 生命可以继续支持的时候 主人是可以决定 究竟打不打一枝针 我当时就是做了这个决定 我不想狗那么辛苦 结果 你会觉得 其实我一来的责任很重大 以来 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 你会不会有一些 那个伤痛 那个遗憾 所以这个都慢慢带下去 这个情绪都很重要 是的 所以大家养宠物之前 都要很小心考虑 然后养的时候 给爱之余都要管教那些宠物 没错 我们还有小时间 是不是时候 下一个答案 没错 是很难估计的 一个答案 答案是 应该有个圈 就是一号 Joyne说特别安排 因为怕太难估计 大家通常由左至右掃起 所以就是答中一号的朋友 应该最快答中那三位朋友 我们已经有个名单 稍后的时候 去到电台的环节 就会公布得奖名单 好 谢谢Joyne 我们今天很开心 谈狗的话题 算头差见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和声音笔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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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